各位聲音好 又是我Kenny雷文 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哥哥張局榮有首歌叫《不記的風》 阿摩也有一隻叫《不記的風》 這隻馬本來是由麥菲文馬房散倉轉到阿摩 轉了倉之後這隻馬其實已經在阿摩手上 折折折折了三場頭馬 包括剛剛上次曾情過一場 那大摩有什麼話說呢 大摩就說《不記的風》由我接手之後 根本是不斷在進步 那隻馬去到重化訓練之後 進步更加明顯地說 由上季中開始 我又把《不記的風》運到重化操練 那隻馬的表現是有明顯的重步 那摩就解釋一下 重化和香港有什麼分別 他說重化和香港的環境是有很大分別的 因為重化的馬場面積又夠大 也比香港寧靜得多 那麼《不記的風》就在重化可以調整個心情 這樣說 從而就進步了 上到去就獨立一點 大過仔 有空就調整一下心情 那真的表現就進步了 那今季這隻《不記的風》出過賽 五劑 是跑到一貫三雅 一個第四的 即是未脫過四名以來的 還有些被人塞車的情況 其實大摩就說都已經是幾滿意的了 他說這隻馬季來連場拼搏 都是屈居在亞軍 但是很開心 就說在上次終於就可以出頭了 他說這隻馬現在評79分 今次雖然要負在頂榜上陣 阿摩就說 但是我就不太擔心地說 阿摩就說 相信這隻《不記的風》在三單 是絕對有能力再贏的 是阿摩說的 不是我黎明說的 他說因為排八檔是有利這隻馬發揮之餘 亦都有雷神第三劑爬上去 我記得一下 先戴我的頭盔 第一劑就殺車輸給呂健威那隻 上劑改跑法真 心情保重 禁劑應該是莫雷拉的第三劑 在近期的第三劑 令到阿摩說 對莫雷拉和不記的風都充滿了送心 不記的風在20號那天 神科也由拉叔去摸著 拉叔操完之後 就向大摩匯報的狀態說 好好地說 有力在下一城 他這裏敢寫 我就是敢報了 阿摩就說 不擔心他負重磅 那條片小弟都拍了一條 關於不記的風改跑法的贏法 各位師兄可以找回來看 阿摩就說這隻馬還是有得進步 當然是老鳳那句 至於投不投注這隻不羈的風 信不信阿摩所說的 當然各位師兄就自己定奪 那講開又講 香港馬出去遠征 各位馬迷各自有心目中的愛區 如果有機會出去遠征 那當然是樂於見到奇城 是不是呀 在這搖旗立喊打氣打氣 上次贏了一級賽女王銀氣杯 證明自己那把刀都未曾頹 的美麗傳承 報了名杜拜草地大賽 千八米一級賽的草地 另外忠心勇士 想角逐阿喬斯短途錦標 一早原來就已經知道 杜拜馬會已經向這隻馬王美麗傳承 長途馬王時時精彩 忠心勇士 這三隻馬就發出邀請信 這三隻馬是發出邀請信 這三隻馬是發出邀請 去參加杜拜葛酒會 只是招待馬主和練馬 在等待馬主和練馬司的答應 不過高東尼率先透露 馬主有黃香對這個時時精彩的遠征 說我沒有興趣去那個酒會 其實有另一個故事 各位可以找回影片 說一些不開心的事就不說了 他就說 大摩被問到有關旗下兩隻馬 又接收到杜拜的邀請咸的時候 阿摩就這樣說 他說我仍然和馬主在吹緊水蜜蜜針 我都要把有關的結果 要回復給杜拜馬會 和通知香港馬會 千萬不要止毒不回 他說相信這件事日內就會明朗化 阿摩就晨早就爆響了 很想在退休之前 可以贏一場國際外面的一級賽 他說其中他十分希望馬王美麗全勝 可以落實去遠征杜拜 他說馬王上場改變了操練手法 改變了手法就立即申效了 阿摩不給讚你 都不行的 他說一改變了操練手法 那隻馬就重現了威力 那支槍中支都可以去發射 令到他非常滿意 阿摩就說相信這隻美麗全城 是最合適遠征杜拜的賽區 他現在只不過在這裡等著馬主的回復 重點阿摩好像都放在美麗全城那裡 忠心勇士是隻字都沒有提的 阿摩 講開那些遠征馬 有兩隻馬 相信 都是大家普羅馬迷都比較關心的 兩隻都是馬房的招牌作來的 剛剛贏黎地二班 這隻人者全心 用一個很快時間 也是一個很輕鬆的姿態 贏了的文家良的鎮倉堡 還有苗禮得馬房三戰高班 黎地賽一陣都沒有脫過Q的封煙四起 剛剛被蘇紹輝撻了個Vin 只是得補回Q 這兩隻馬都爆了響口 就說對遠征杜拜很有興趣 嘴角那些口水是定到下去的肚瓷附近 不過這兩隻馬的國際評分 比起馬王時時精彩那些都比較低 是不是獲得杜拜的邀請 仍然是有待這個有關方面的公佈 之前馬會和苗禮德迷雷德都說過 馬會高層會去杜拜的時候 然後就會盡一番唇舌功夫這樣去說服一下 你可不可以給張邀請銜我兩隻香港馬 那件事最主要是講封煙四起的 文家梁馬房就報了這個 杜拜金沙軒錦標1200米一級賽的泥地 至於苗禮德老廟旗下的封煙四起 就報名了兩場 就是高多芬的一里賽 就是1600米的二級賽泥地 以及杜拜世界盃2000米一級賽的泥地 仁者全心剛剛贏完馬就是110分 至於這隻封煙四起 蘇紹輝那場跑過第二回來 現在暫時只有106分 究竟這兩隻馬會不會獲得杜拜的邀請呢 要一路追起這個馬場的花生呢 教你小弟去跟進馬圈的新聞呢 才知道這一個結果的了 小弟個人覺得呢 都希望他們可以去遠征的 講開又講啊 容天鵬馬房啊 哇這陣子馬房的氣勢呢 就已經是令人感覺上 好像見回以前的容天鵬這樣 容天鵬跟潘頓剛剛合作贏了 那隻東龍鎮的啦 今天東龍鎮呢 就仍然都是跑回第一場的五班千二米喔 不過呢 潘頓今場呢 就沒有騎東龍鎮呢 就選了文家良樂班那隻好有無敵喔 那麼東龍鎮呢 就改了由巴道上陣啦 那麼這一個狐爐賣些什麼藥呢 是不是藥商又變成首飾商呢 那麼最緊要聽聽 容天鵬搏咪 又不是盧海鵬試咪啦 那容天鵬搏咪就說啦 他說東龍鎮啊 上次力拼啊 險勝啊 都幾險啊 苗禮得那隻 左抽右抽回來輸了少少 不過東龍鎮也有點耐閃的啊 他說我對潘頓的發揮大表讚賞啊 手指公向上讚讚讚讚讚讚 那麼啊 親這樣子的意思啦 不過由於潘頓呢 就一早已經握透了頭啊 騎文家良樂 vocês那隻好有無敵上陣啊 所以東龍鎮呢 就改配到這一位殺手巴道出擊 容天鵬就说这个法籍的好手 骑弓也是很好 他是用甚佳这两个字来应用 加上他说马东龙镇的状态 都是好用的 期望可以再有好成绩 潘先生就一早答应了好有无敌 至于东龙镇就改配巴道 容天鵬的口风就说 对潘顿大表赞赏 不过潘顿就答应了好有无敌 配巴道出击 接着又说赞巴道的骑弓 各位投不投着呢 就是东龙镇的 各位师兄就自己去定夺一下啦